当然为了避免这个虐童案件的发生 现在卫福部就决议了 未来所谓三岁以下的安置儿童 不需要经过这个父母的同意 就会纳入所谓的专责医师的制度 但是消息一出呢 其实让基层的儿科就很跳脚了 首先呢排开这个门诊时间 真的是非常的难 因为一个医师一个早上可能四五十个儿童 另外保姆家长如果假设隐瞒这个虐童的事件的话 万一医生第一时间没有发现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就会像社工一样被踏伐 甚至有被猎物的情况呢 现在就有小科医师很担心 这个案件要是确定是定掉这个制度的话 恐怕就会有出走草 为了确保新生儿出生后平安健康长大 为补部推动幼儿专责医师制度 却发生儿虐事件 事后的一些究责 那可能也是免不了 才喊话绝不回避责任 卫福部虐童案检讨会议后 追议未来 让三岁以下安置儿童 不需经过父母同意 将全数纳入幼儿专责医师制度 却引发基层儿科医师反弹 就怕哪天又发生儿虐事件 医师没有及时揭露 会不会也被究责猎物 社工遭救责 占火延收 加上指定派案对象 每一案幼儿专责医师 一年可收一千元 个案管理费 但医师若想额外增聘护理人员 以月薪五万元来算 一名专责医师一年就得再多支付六十万元 而且列入专责医师每年得排开门证时间 仿视高风险个案两次 排行程是小 但如果保姆家长刻意隐匿虐而事实 医师恐怕也难以发现 健保署虽然拍板儿科家户病房 新生儿中重度住院诊查费等给付 陈述加成 预计将支出三亿多元 但有医师点出只调生 急重症住院诊查费 对儿科医师的留任帮助不大 少子化冲击 加上专责医师行制等因素 儿科医师恐怕只会越来越少 华视新闻 徐杰昆轩台北报导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